大家好 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 我将继续带领大家去实现 这个麦子商城的项目制作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件 那么在上一节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了这个网站头部的基本布局 那么在上一节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这个fireworks的一个切图 以及如何 那么这里呢利用fireworks进行取色 这个我们上一节呢还没来得及给大家讲 我们待会呢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我们上一节实现的一个基本效果 这是logo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文字链接 这边呢是一个导航 然后呢 下面呢就是利用div加gss css进截图 那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presenting的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呢一个subsonet 一个是relative 那这两个呢一个是定位 下面呢是相对定位 好 那么还有呢在上一节呢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影子特效的一个设计原理 好 那么我们本节呢将会在上一节基础之上 来实现其他的一些设计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给大家讲一讲fireworks如何取色 那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呢 要来实现一下这个 要取一个边框的背景色 或者说这个这里有一个背景色 那这个部分是标题部分 标题部分呢 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纯白色是吧 那我们如何去取出它这个颜色呢 大家只需要点住这个取色桶 油气桶 然后呢在这里点击一下 然后再来看一下 它这里呢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颜色取过来了 那这里不够明显我们可以在这里来选择一个 比如说这个颜色啊取一下 然后它就把颜色取过来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颜色呢 Ctrl加C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是一个取色的一个基本功能 我们在上一节呢 没来得及给大家讲这个功能 大家下来呢自己呢练习使用就可以了 关于Optionative Relative 这个我想呢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上一节的这个基础之上 做一个简单的改进 做什么改进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站的头部 我们在上一节呢给大家设计了一个 这个简单的导航的一个功能 然后这个导航这一块 这个导航这一块呢 和这个DAV 它是放在这个DAV容器下面的 而这个DAV容器呢我们又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 这个top 这个DAV容器下面 所以我们在对这个DAV进行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 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这里 然后 对 对下边这个DAV 对这个top 这个Navi 就是我们的头部的一个导航 这里我们把它设为 Optionative 也就是说它相对于它的负容器的一个绝对定位 然后top呢 我们可以定为 比如说 10个像素的高度 然后 right 向右 向右 靠前 10个像素的高度 然后 我们现在呢 这个top Navi 这个 这个Navi 这个标签呢 我们这个宽度呢 就可以给它射一高 射宽一点 这个Float属性呢也可以不要了 好 因为我们让它这个进行了一个 相对的一个定位 所以我要让它变成500个像素 现在变成500个像素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浏览器中的预览效果 OK 那么它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呢 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 进行简单调整 那这个是top Navi 那这里呢 可以进行调整一下 比如说right 或者说 left 500个像素 好 关键是我们这里搜了以后 这个top list 我们可以把它搜宽一点 TopNavi List 我们这个呢 可以把这个容器呢 也设为500个像素 OK 这个还可以往这边来一点 那么这个DIV 这个DIV呢 我们可以在这给它是个Clear Boss 清除它前面浮动对它的影响 这里再来设置一下 600个像素 OK 它就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好 那么这个top这里 我们还可以呢 比如说top0 top0 就是据它的复容器 0个像素 那这里 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呢 现在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 Style标签 给它稍微呢 设宽一点 vide 比如说200个像素 好200个像素 然后在它后边呢 再加一个 星期 星期日 比如说它这星期日 OK 我们这里呢刷新一下 OK 那么现在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日期 注意哈 我们可以把这个日期呢 动态的从这个系统当中获取 那么怎么去获取 我们在我们的文档当中 这里给大家写了一个demo 大家可以呢 下来自己看一下 这个demo呢 实际上就是一段加script的脚本 OK 那么这段脚本呢 我们可以呢 把它复制下来 我们先来预览一下这个脚本 啊 运行的效果吧 OK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日期 时间啊 全部都有 星期几啊 全部都有 那么我们可以呢 把这一段脚本呢 给大家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 那大家呢 首先呢 在这里呢 先建一个gs吧 先建一个gs 比如说 getTime 啊 它的 gs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一段代码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简单的 给大家讲一讲它的一个基本原理 哦 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基本原理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 它这里呢 定义了一个tick的一个函数 这里tick函数呢 定义了一个 获取了一个啊 这里应该是实力化的一个 data对象 然后获取 啊 这个 day 啊 然后呢 这里通过这个data对象呢 getmonth 获取 当前的日期 月份 然后加一 因为月份它是从零开始的 然后分别呢 获取它年 日 小时 分 啊 秒 等等等等 然后最后呢 把它组成组装成一个助串 哦 组成一个助串 哦 这里呢 根据这个日期 这个时间呢 啊 我们判断它的这个大小 如果小于22点就说 啊 晚上好啊 小于19点就是傍晚好 哦 然后把这个日期呢 啊 获取出来 然后复制给这个对象的InHTML 那么这个对象collect 我们看它是哪个对象 collect这里呢是 这里应该是一个网页的一个对象 OK 我们来找一找哈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这个页面这里呢一个是ban connect的一个标签 那么可以呢把这个标签呢取出来 取出来放到我们index这里面 然后把这个标签放在这儿 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在这里呢先定一个脚本 或者呢这里我们这个 可以直接把这个GS文件呢把它拖过来 好拖过来 我们呢来预览一下 那这里呢日期呢就显示出了今天是什么什么 这个呢其实可以把这个去掉哈 这个去掉 其实怎么去呢 就直接在这个GS当中 啊 在这个GS当中把这几个字符去掉就可以了 好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这里呢 并不想把这个时间 比如说把这个啊 十分秒啊 或者这个加上 你可以把这个字符串把注释起来 或者把它去掉 好 好比如说这个晚上好 这里呢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可以呢把这个去掉哈 Time这个 把这个去掉哈 那这里就没有完成好 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效果图当中的 就是实现这个网站的 这个导航的这个页面啊 在这个部分导航的部分呢其实非常简单 它实际上就是两个DAV 好 上面这个DAV呢它就是一个 啊一个列表 然后这个列表显示的方式呢是 是按照这个横向显示 好是按照横向显示 然后下边呢 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啊 空件的一个排列 那我们首先呢把它的这个基本的结构呢 给大家啊先做出来 首先我们找到这个index html 这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可以呢 去找到这里啊 在这个DAV里面我们可以呢 给它定一个主导行 好啊那这里呢给它加上一个 注释 图导行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儿给它加上一个 DAV 好加上一个DAV 然后这个DAV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什么呢 嗯 加上它这里呢实际上是两层 我们呢给它加两个DAV 分别一个代表上边一个代表下边 嗯也就是说大家看一下 这里它实际上是上面一个下边一个 好 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容器 然后这个ID呢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 AV OK 那么对于这个容器 我们可以呢 用它上面有浮动 我们可以呢 在这儿 clearboss clearboss 清除上面浮动对它带来的影响 然后我们这两个DAV呢分别可以给它加上背景图片 那这个背景图片我们在之前呢 已经给大家把这个背景图片呢 已经放在素材文件里面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个 啊复制到我们的项目制作啊 这个项目当中 好 好 把它放进来 好放进来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用的这个TOP 这里用的是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这个呢我们可以双击打开 好 放在这个画图板当中打开也可以啊 就这样的 它宽度呢是980个像素 啊 这个也能够看得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应该是TOP1.GF 给它加上一个背景 注意哈这里是背景图 Style 啊 Back Background URL 然后呢去选择 这个背景 这里是TOP1 我这里呢并没有给它受宽度高度 这里肯定不行哈 这里呢我们要根据这个背景图的宽度和高度 来给它设 它的宽度和高度 那这里呢打开 好打开 然后呢点击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宽度呢是 不是这个哈 是TOP1 是980乘以36 所以呢我们给它定一个 Y的是 Y的是实际上可以不用定哈 让它自动的拉伸 主要是Hat Hat呢是它的这个高度 高度 这是上边的这个 我们刷新一下就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下边这个 下边这个呢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把这个呢改成TOP2 因为它这里有两个图片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它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看没有 这样的基本效果 那这里 这个 滚动这个可以往上调整一下哈 这个可以往上调整 怎么调整 这里 这里 Hat 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高度 稍微设置一下 这个效果大家自己呢先弄一下嘛 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上边 这里 就是这里呢它放的是一个什么呢 放的是 一个导航 导航 这里呢网站 首页 分类导航 品牌 购物帮助 那我们可以呢 这里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这个UL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复制过来 好复制过来 先直接放在这里 注意哈 那这是一个列表 这是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呢 大家注意了这个列表呢 它应该是一个导航 所以导航里面应该有什么 有一个 超链接标签 HREF 那这里呢我们又还没有做其他的页面 所以呢我们站起呢 用这个警号代替啊 警号呢这里实际上则是 直接链接到本页面 直接链接到本页面 ok 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的效果呢 就是一个基本的列表就实现了 那这个列表呢我们要根据效果图 要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 那这个其实很好实现的 那么可以呢这里给它加上一个 ID也好 或者加上一个UAL也好 就class也好 这个NavyList吧 然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简单设计 或者说对这个 做一个简单设计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来定义的 ok 然后呢我们可以呢 找到它下边对应的UAL标签 同样的我们可以呢去掉它前面的这个项目符号 通过List style none 还有呢去掉它的这个间距 还有padding 这个是在不同浏览器之间呢 它可能会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对它的这个UAL Li标签呢进行一个简单设计 Li标签呢你可以给它定义宽度 Wides 比如说100个像素 好 9height 就是行高 因为这里呢是36个像素嘛 因为它那个背景图片的高度是36个像素 我们这里就用36个像素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文字的大小 文字的大小可以直接在这里面设计 Funt size 这里我们可以用16个像素 OK 16个像素 刷新 OK就这么大 如果你要加粗的话 你可以呢使用Funt width Funt width 这里使用border 就是加粗 那接下来就是对这个标签 这个Li标签里面的A标签呢进行一个设计 A标签呢首先我们要去掉它的下滑线 Text Directing 这里设置为Lun 设置为Lun 并且呢它的颜色 根据我们效果图当中呢 应该是白色 白色呢是锦号三个F 三个F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这样的 是白色的那接下来要让这个文字呢 横着显示 这个横着显示呢我们需要在Li标签当中来设置 设置它的Display Display显示的顺序为Inline Block 因为我们这里呢都要定义了宽度 定义了高度 OK那就这样的一个进行效果 那么并且呢我们可以让它去中 这个呢是让它在Li标签当中去中 TextName Central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这样的 那接下来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文字 文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 效果图这里面呢它应该是在 整个网页的去中 网页的去中呢实际上你可以在这里来给它设计一下 在这里呢给它加TextName Central就是它的整个 容器它的副容器当中让它去中 就这样的 那么它之间的这个宽度呢可能还定义的比较宽 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100呢 这里根据实际情况 好根据实际情况 把它设计的稍微小一点 好比如说80个像素就够了 好80个像素 好差不多 那这里呢只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效果图当中呢是有一个这个分个符 好有个分个符 那这个分个符呢你可以把它加在这个后边 加在这里 加在这里 或者直接加在这个后边也可以 那么这个分个符呢直接在这加一个 在它的这个A标签当中加一个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这里直接加了一个 然后呢刷新一下页面呢就是这样的基本效果 然后在下一排呢在下边这一排呢主要是放的一个 一排种这个空间 组件 那这里呢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实这个大家下来自己呢都可以去实现 一个是所有分类啊上面搜索 这里呢你可以呢加一个span标签啊 span标签 然后这个写一个哈 商品搜索 好这个搜索 ok然后呢在这里呢再加一个啊 span标签 然后这里面呢放一个select select 就是我们的这个选这个下来列表框 select里面呢可以加一个option option呢就是它的指向 啊比如说这里我们看一下 小图当中给的是什么比如说 所有分类哈 那这里 所有分类 那你个这里呢还可以添加啊 还可以添加啊 还可以添加 可以多添加几个 比如这个是 嗯 最新商品 比如说热卖 商品啊 这随便啊我这里呢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刷新一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好那么对于这个页对于这一块呢 啊这个容器它是从左到右的排列 从左到右的排列你可以在这里面 因为它上面呢我们给它加了一个 啊 text name 那你可以对这个容器而言呢给它加个text name 啊 left 就是 从左边进行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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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于这个文字哈 对于这个文字呢你可以 给它进行一个文字的缩镜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实际上它是有个缩镜的 那么至于这个缩镜的宽度是多少 你这里呢可以来测量一下 这里呢大概是 好大概是23个宽度 那你这里呢可以在这里给它加上一个 text indent text 啊 gar ident 那么比如说我们给它收集25个像素 那对于这里面的span标签 这个文字的颜色啊 显示啊这里你可以在这里来设置 也可以呢在上面给它定一个 好然后使用的时候直接使用统一的样式也可以 比如这个color 这里很显然我们这里是白色 白色呢就三个f 好然后呢fond size 比如是16个像素 ok 那这里实际上应该只有15或者14个像素 这里我们刷新一下 它就这样的效果哈 这样效果 好然后后边呢放的是一个 文本框 和一个按钮 那这个文本框和按钮呢 啊你这里呢再来放一个 span 标签 然后这里面放一个 input 啊 type 那这里呢是文本框就是text 那这个value这里呢没有 那这个value这里呢没有 你随便给它写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给它加一个nate 啊 maxnate 就是最大的 比如说是50个50个文字 然后在旁边呢再放一个input按钮 这个是button value 然后这里就点个搜索功能就可以了 ok ok 大家呢这里来测试一下 ok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 这个还可以更长一点是吧 更长一点比如说你这里呢 是100 好100 那么它应该是它原来的两个这么长啊 两个这么长 刷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需要给大家纠正一下 就是对于这个maxnate 它是指啊最多允许输入这个字符的长度 这里呢我们定义50的话就是50个像素 50个文字 这个主要是防止用户呢 呃过多的输入啊这个文字信息 那么这里 如果要控制这个宽度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使用这个 size size比如说我们把它设为50的话 它就应该是 这样的宽度啊这样的宽度 好 那么对于这个button按钮呢 你可以设置它的高度宽度和border 啊 那么后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 呃这个 比如说高级组合 这个大家自己下来去设计一下 还有购物车暂时为空啊 去结算用户中心 这个呢呃我们就 干脆留着一个作业哈 干脆留个作业 大家下来自己呢去尝试实现一下 那么对于图片的话 我们这里呢 这个里面都有这个图啊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只需要呢把这个图啊 放到这里面去 然后呢给它设计为背景 然后设计为背景 然后放到一个div容器 或者放到一个spam啊 这个容器当中 给它设计为背景 然后这个背景呢 在背景上面再放几个文字就可以了 好这个呢我就把它作为一个作业 留给大家 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一讲主要实现的功能呢 比如说这个主菜单的实现 还有这个菜单的实现 还有这些基本空间啊 那这个呢就留给大家来实现啊 啊OK 那么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讲再见 谢谢